哈喽,大家好,我是林彦秋,是中国象棋的棋手 前面有三期视频啊,已经带大家认识过中国象棋 以及教大家如何记谱了 那么从今天这期视频开始呢 我将会带给大家基本杀法的学习 为什么要学习基本杀法呢 在前面认识中国象棋第二期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过 中国象棋这款智力游戏它最重要的目的是取胜 那取胜的条件是勤获对方降帅 或者让对方无子可走 也叫做困壁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最基本 也是最实用的取胜技巧 也就是基本杀法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学习吧 好,我们下来看第一个杀法 现在呢,红方帅已经在中路 然后我们前面还有一个G 我们这个时候只需要G5平4将军 那么即可获胜 因为黑方的将没有办法降6平5 我们之前说过有一个规则是将帅不能见面 那么利用将帅不能见面的规则取胜的 这个杀法叫做对面笑 也叫做白脸姜 那刚刚已经看完对面笑也叫白脸姜的杀法 我想再举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给大家加深一下这个杀法的印象 再看一下这个盘面啊 黑方的足呢,已经非常靠近红方的帅 下一步呢,黑方这个G 只要前进一步将军就可以获胜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红方必须要步步将军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平G将军啊 G6平4 然后呢,黑方要用4阻挡 我们再把它4一杀 现G,黑方只能吃掉 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炮可以平炮将军 那黑方G1平6 我们这个冰可以往下冲 因为黑方的G不能够吃我们的冰 只要他吃掉我们的炮就会把他的老将给打掉 这时候黑方这样只能往下走 他不能再往中间走 因为将帅不能见面 我们的冰再往下冲 他再退我们再冲 这个时候就可以获胜了 这个沙发呢 仍然是利用将帅不能够见面的这条规则 所以他也是对面笑 也叫白脸姜 好,这就是第二个例子 好,刚刚看完了对面笑 也叫白脸姜的沙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沙发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旁面 同方左边的G呢 已经控制住了黑方将向上活动的范围 然后这时候我们用右边的这个G 进到底线去将军 这时候就可以把黑方的老将给捉死了 也叫做将死 那这一种两个G分开两条线 联合捉死对方老将的沙发 叫做双G错 这个是双G错的第一个例子 接下来我想再举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加深一下大家对双G错的印象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稍微复杂一点的双G错 现在棋盘右下方呢 黑方下一步准备G八退一 摆住红方的向眼的同时 然后用炮把红方的老帅给打死 因为红方的帅不能够帅四进一 否则会被G八退一的这个G给吃掉 也就是说呢 红方现在必须得步步将军 否则就会被黑方将死 我们来演变一下啊 这时候呢先进底居将军 然后再砍向将军 这个时候我们还能怎么样将军呢 我们有这个G四平武将军 有G四进武砍底式将军 因为我们有一个四路帅啊 保护我们的G 所以我们如果砍底式呢 黑方老将是不敢吃的 那这时候我们选择G四进武 砍底式将 因为如果你平中间将的话 那么黑方不是 接下来你就再也没有将军了 那黑方这个老将做起来之后 我们呢左边的G再退一步 把他将上三楼 然后我们再G四退二 就把他绝杀了 这样也是两个G啊 分开两条线错开的联合捉死对方老将 这个也是双G错 好了看完了双G错 我们来看下一个杀法 现在这个盘面啊 黑方准备G五进三砍士 这个是一个双江 G将军 炮也将军 红方不能补士 否则黑方的炮 把红方的帅打掉 红方也不能用帅吃G 否则 黑方左边的G 会把红方的帅给吃掉 所以红方只能 把老帅啊 平到六路 这个时候 黑方在G三进一 就会用双G错的杀法 把红方将死 好我们现在先回到 起始的局面 那黑方下一步 就要绝杀红方了 这个时候 红方要怎么样 先下手为强呢 首先肯定步步都要将军 我们先G四平五 砍中士一将 等到对方吃掉的时候 我们再G六进一 砍底士一将 这个时候黑方将不能吃我们的G 否则红方的炮 就把黑方的将打掉 那黑方的将呢 也没有办法 将五进一 所以这个时候 红方就把黑方将死了 这个杀法叫做双G斜士 好我再举一个例子 然后加深一下 对这个杀法的认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双G斜士 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个例子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黑方双G足 对于红方 是没有一个 马上就能将死红方的威胁的 也就是说 红方呢 接下来没有必要步步将军 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杀 首先呢 先沉底炮将军 威胁黑方的老将 黑方只能落势 因为他的相 飞不走 刚好被塞入了相眼 那双G斜士双G斜士 也就是说一个G威胁一个士 对不对 右边的G已经到位了 那左边的G呢 也给他运过来 G8平6 下一步准备 在炮的这个保护之下 准备G6进一 砍底士将军 把黑方将死 那黑方没有办法呀 得补士啊 把左边的这个士 给他保住 那这个时候 红方G4平5一将 黑方马吃掉 然后红方再G6进一砍底士 黑方的将不能坐上来 也不能吃掉G 也就被将死了 这个就是双G斜士的复杂的例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讲的不错的话 可以长按点赞 给我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